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2月5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天一共有9场比赛 最受关注的是快船大战热祸 伦纳德稳定发挥 哈登统治末节 快船继续北伐治理 不可阻挡 这是一场典型的慢节奏 低比分 防守为主的脚杀大战 技巧赛级别的强度 窒息防守水来水迷糊 热祸场均失分联盟第七 快船第八 这两队的防守能力都是一顶一的好 只有一战相当惨烈 两队全场最高分为卡茨哥的25分 全场只有卡茨哥 哈登 巴特勒三人得分超过20分 两队都把防守强度拉满 堪称窒息的防守脚杀练语 哈登21分11助攻 八篮板一段衣帽的表现 在这种高端局的价值不言而语 哈登对快船的顶层 作用不在于个人得分 毕竟身边有卡茨哥 乔治 鲍威尔三个单打高手 快船能否赢球的关键 不在于哈登一场比赛的多少分 真正可怕的是他的进攻术里 主攻术是最直接的体现 他此以11助攻创造了26分 全队103分之中47分和他有关 哈登的双能位价值 使快船得到了指的飞升 当快船过去的两大持球单打高手 卡茨哥和乔治愿意 主动把球交给哈登控场梳理 这足以说明哈登的作用 得到了英勇的认可 哈登及时体系 在一些特定的比赛 确实如此 而比尔面对老冬家奇才 爆砍43分 带队大胜 同时森林郎和雷霆也都顺利迎球 雷霆更是苦战双加石 击败猛龙 劳利福斯带队的熊鹿 在一度领先19分的情况下 惨造西部于南爵士大逆转 一度领先对手19分 目前被爵士打出40到13的高潮 完成大逆转 瑟姆哥在第四节被打化的时候 直接扭头就走 劳利福斯被直接打猛 而赛场外 太阳 无人勇士 包括快船都在酝酿交易 湖人方面由于范德比尔特遭遇重伤 面临赛界报效 湖人希望一到两笔交易补充防守型侧翼 而詹姆斯身披尼克斯的毛巾 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引起大量讨论 再加上詹姆斯近日在社媒上的 时间沙漏和自由女神家王冠的表情 都被视为对湖人管理层的施压 湖人目前的战绩 显然无法令詹姆斯感到满意 詹姆斯还在采访中公开表示 自己在2010年时就考虑过加文尼克斯 铭记文霍斯特 今日在Sport Center 节目中谈到了湖人管理层 对于詹姆斯施压的反应 文霍斯特说道 据我所知 湖人目前为止 还没有对詹姆斯的举动作出反应 他在昨日赛后 披着尼克斯的毛巾 接受了采访 湖人管理层 依旧在交易谈判中 签订地保持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湖人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可用的选秀权不多了 他们想保住这些选秀权 此前 湖人对记布哈曾报道称 球队可能会等到选秀大会时在进行交易 因为届时湖人可交易的首轮签 将从一个增至三个 他们选择的范围也会更大一些 布哈表示 目前湖人官方还未给出 范德比尔特的恢复时间表 但目前的预期是 他会缺席本赛季胜余所有比赛 球队消息人士透露 湖人仍在评估范德比尔特的脚步伤情 可能很快就会给出官方报告 范德比尔特在对阵绿军的比赛中受伤离场 湖人最初报道是 可能要缺席几周的时间 但随后也不重表示 他可能会评估进行赛季报销手术的可能 湖人记者Brad Turner也报道称 因为有脚伤病 范德比尔特很可能赛季报销 如今 布哈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看来湖人要做好本赛季 失去范德比尔特的准备了 这对于湖人的防守来说是一大打击 也影响了湖人的引元计划 布哈表示 湖人显然需要在能量 努力程度和轮换阵容方面建立起一致性 但想要提高成绩 很可能也需要进行一到两笔交易 消息人士透露 湖人目前更想要在交易截止日2月9日前 补强一位防守侧翼 刘文布哈表示 问题在于每支球队都需要侧翼 好球员的价格会很高 另外 美纪Jake Fisher报道 目前对老英后卫德章泰姆雷 提出过实质性报价的球队 只有湖人和爵士 湖人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报价 来给老英提供想要的球员 选秀权和飞拉机合同的球员 老英坚持索要两个首轮签的回报 此外 快船对PG华盛顿非常感兴趣 并且开始积极探索 交易海兰德和PG塔克 塔克只要被送走 有可能面临买断 然后就是底薪加盟挣过豪门 太阳方面 正式对蓝王的奥尼尔提出报价 成马为利特尔加两个次轮签 但蓝王并没其余做出决定 此外 太阳队火箭的泰特 黄蜂的布里奇斯和理查兹 也非常感兴趣 此外 公牛记者约翰逊透露 包括勇士在内的多支球队 便已经询问过卡鲁索的情况 但被公牛管理层无情拒绝 因为公牛本赛节还想打季后赛 目前 公牛以23胜27负 赞列东部第九 依然有冲击季后赛的希望 卡鲁索近期陷入不少交易留言 他把人谈到这一话题是表示 这完全不受我控制 无论他们决定做什么 那都是他们的决定 作为这支球队的一员 我的工作就是走上球场 履行我的职责 那就是每场比赛都打好球 赛季至今 卡鲁索掌军十分3.6篮板 2.8助攻 投篮命中率48.6% 三分命中率40.5% 另外 针对勇士近期要交易的维金斯和保罗 独行侠和魔术站了出来 传闻对其感兴趣 但这两队球购维金斯和保罗 均有难度 独行侠有意维金斯 据Action Network记者Matt Moore报道 他们是这两周内 对维金斯保持最高兴趣的球队 独行侠为了进后赛 也是一致前进 他们拥有了东谢奇和欧文组合还不够 找到了多年来的中锋 来福利还不够 还要维金斯 维金斯这种攻方一体的球员 一旦加盟 将使得独行侠拥有了 东谢奇加欧文加 维金斯加来福利的豪华阵容 在戏部很可能有一番作为 维金斯最近状态也有些起伏 对阵呼人一意 他十二头八中得到22分 五个篮板三次助攻两次抢断 对阵76人一意 他十头八中得到23分 五个篮板四次助攻三次抢断 在赛场上 维金斯还处于领防的位置 投篮心目如今 注重效率值 颇有点上的赛季的风采 但昨日对阵老鹰 他六头一中仅得两分 连续两场得分未打两位数 还因上比赛中途退出 赛后感觉不太严重 勇士也终结了二连胜的势头 不过虽然进攻不顺 但他在上半场依然将老鹰当家 球星特雷昂给限制住了 直接把吹阳打得错峰出形 而维金斯下半场伤退之后 吹阳天神下凡 仿佛被去掉了一把大锁 两人包夹过两人 对勇士后卫线予取予求 而且嘴哥状态不好 只是休赛期受伤没练 真的休赛期好好练 下赛季就能回归 他休息了十天都能感觉到 现在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了 交易嘴哥换不来这种球员 2500万没有比嘴哥更好的了 所以维金斯对于勇士而言非常重要 筹码不够 勇士不会轻易出手 而独行侠想要维金斯 他们要拿什么来换 他们队内东谢奇和欧文军是不能动的 莱福利也不可交易 除此三人外 实在找不出谁能够打动勇士 有人说独行侠可以找第三方球队 但第三方球队往往是配平交易的 却无法要求配平球队出一个 堪与维金斯相比的球性 自己却得不到维金斯 因此独行侠求够维金斯不能说没有戏 独行侠还有的是选秀权 但勇士也不缺选秀权 但是难度颇大 除了独行侠有意为金斯 魔术则有意保罗 魔术本赛季一军突起 本赛季期间26胜23复卫区东部第八 与热火战绩持平 据摩尔报道 魔术是想拥有一位优质空位 已将保罗和洛瑞列为候选 保罗若加盟 定会让魔术如虎天翼 以非冲天 就是冲到东部前六直接进军季后赛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当问题是魔术已有许多后卫 现在数得过来的就有 马克福尔茨 安东尼布莱克 科尔安东尼 加里哈里斯 杰伦萨克斯等人 再加上个保罗 上述几人中便有人被闲置 若是交易给勇士 勇士也不缺后卫 诸如库里 科里约瑟夫 加里佩顿二世 穆迪 波杰姆斯基等 这还没算本赛季 大部分时间打三号位的克莱汤普森 勇士更希望交易来前场人员 再加上保罗如今正因左手骨折而确阵 两周后才复查 勇士此时交易更类似于抄底 当然也不是没有交易的可能 勇士也许会对魔术的中锋卡特感兴趣 交易主体可以为勇士处 保罗 佩顿 罗宾逼逊 首轮 德道 富尔兹 卡特 英格尔斯 勇士利好 摆脱了佩顿的一家合同 拿到了一个首发中锋级别的球员卡特 并且富尔兹和英格尔斯为盗契合同 也不影响休赛奇薪资灵活性 同时富尔兹完全有潜力可以挖掘 勇士在一号位上缺乏防守者 同时勇士后卫线的投射能力 能弥补富尔兹的进攻能力 这张彩票可以刮 这笔交易可以说增强了勇士当赛季的极战力 补充了一号位持球手和五号位尺寸 同时清理了薪资空间 休赛奇更具灵活性 而魔术力好 得到了老保罗 进一步释放薪资空间 拿到了一个基本乐透级别的首轮 当然勇士也不是非得交易不可 维基斯有向好的迹象 保罗留着也有用处 勇士若交易 肯定还要花上较长时间磨合 磨合不佳还是得自讨苦吃 维基斯和保罗的明天到底在哪里